花两块钱买了一把南瓜煎 南瓜煎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我一般会把这个须须给去掉 但是有的朋友说这个须也可以吃 今天就把它留下来 我们先将南瓜煎的外皮给剥一下 外皮上面的毛毛可以清肺 但是会影响口感 今天我就不要了 去掉皮之后轻轻的捏一下 这样可以帮助更加的入味 摘好之后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一下水 控干到摸起来有一点点湿润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放在案板上面 淋上一些玉米油 给它抓一下 让每片叶子都沾满玉米油 然后再加入玉米粉 玉米粉是粗粮 大家的话可以稍微多吃一点 撒上玉米粉之后 然后给它抖一下 让每片叶子上面都沾满上玉米粉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放进蒸笼里面 蒸笼要垫上垫子 盖上中火 蒸7到8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拍一点大蒜 拍好的大蒜多层末 喜欢吃辣的加上两个小米辣 放进碗中 然后加一点点鸡精提鲜 加一点白糖 加一点生抽 然后再加一点香醋 蒸好的南瓜煎 给它取出来 放进一个干燥的碗里面 然后趁热撒上一点食盐 用筷子给它拌一下 食盐的话预热会立马融化 然后再将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拌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好的南瓜煎 非常的健康 少油 少盐 吃起来软软的 真的是超级的美味 搭配上了粗粮 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多吃也不怕长胖 南瓜煎是印记的食物 这个季节再不吃的话 又要等上一年了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做起来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鱼 拜拜 好吗